丹麦广播公司播出的纪录片 《寻找自我引发各方的关注》 片中披露了上世纪60年代 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嫌资助 对311名丹麦儿童 进行了秘密人体实验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 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政府常常把所谓人权民主 挂在嘴边 却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 是向这些秘密人体实验受害者 道歉 赔偿 担责 美国中情局 在世界各地侵犯人权 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他们竟毫无底线地 将黑手伸向儿童 正如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 美国中情局官员 以撒谎 欺骗 偷窃 为信条 热衷于炮制黑症 污蔑他国 设立黑欲 侵犯人权 提供黑金 煽动政变 美国政府常常把所谓人权 民主挂在嘴边 却总是说一套 做一套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 是向这些秘密人体 试验受害者道歉 赔偿 担则